赌王方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收薄金 如果有人硬要送薄金 也会把它转让给慈善机构 所以 这也就是很直白了 板桑士的一方已经事先说明了这一点 不收分子钱了 那么相信朋友受邀钱去参加赌王葬礼的朋友 也就不用去筹随多少分子钱了吧 不过 虽然赌王方是这么说 但按照国内多地的传统习俗来看 现今依旧传承了红白氏亲朋需要随分子钱的习俗 港澳两广地区也是如此 而且 像赌王这样的家族 对于传统的习俗就更加讲究了 生于民国时期的他 很多礼仪还保持大清 民国的传统呢 赌王家族不缺钱 分子钱基本可以免 说到红白氏 分子钱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在早年 分子钱一说 也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 亲朋好友为支筹钱的一份帮助吧 还有就是亲朋好友对他们的一种情谊的一种体现 传承至今 也就成为了一种叫分子钱的东西了 在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有这样的习俗 港澳地区也是如此 只是像赌王这样的家族 对于分子钱还真的不在乎 而且 赌王方在事先还明确表示不收薄金 如果有人还是要送 那也会把收到的薄金转向慈善机构 赌王方这样的举动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钱人大家族的风度 确实 要是换成普通家庭 怎会不收呢 不过 虽然说赌王方明确不收礼金了 但是作为亲朋好友们 为了表示自己对赌王的怀念与敬重 还是会选择带些礼的吧 这时带多少礼金就不好说了 像普通人办红白事 执基金属及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都是数百 数千的分子钱 而像这样级别的家族 几百 几千的感觉还真出不了手啊 话说 人家一个棺材都是八百万港帝 不过人家 连死都死不过人家啊 所以说 与其为分子钱随多少而惆怅 那不如应了赌王方的说法 不送伯金啦 所谓礼清情义咒 能去参加赌王葬礼 就是对赌王最大的敬重啦 当然 能参加赌王葬礼的人士 都是正商于界的大佬 这样的人物 他们为了体现和赌王的好友关系 随些礼金也属正常 就算最后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 那也是主家方的事情 而且捐赠慈善事业 也是做了一份好事啊 按照往常港澳大家族不收伯金惯例 赌王家族不收伯金亦是一种传承 港澳地区可不止只有赌王一个大家族 像之前的霍家霍英东 传王等 宝玉刚等等家族 他们的葬礼中都是没有收伯金的 赌王葬礼不收伯金也是对于大家族习俗的一种言习吧 如果赌王家族这次收分子钱 那也是很不合适啊 想这样有钱的家族 还收分子钱传出去不成笑话吗 而且 葬礼如此庄严的场合 赌王葬礼那么多人的关注 更不能因为收分子钱衣事而出丑吧 所以说基本不会像普通人红白室那样 在门口摆个收礼金的台面的 话说 赌王葬礼也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 能参加的基本都是些知名人士 当然 如果你很怀念赌王先生 你也可以包个大礼包钱去参加啊 只要不闹事 相信赌王家也不会赶你出去吧